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得不做我们的爱 我们大哭 好像以为全世界都在害你 使你不能活得好好的 你没有想到你的爱是使人受亏损 你的爱是使世界不平衡 你的爱是叫别人为你牺牲 你的爱根本完全是为了一个小几的意愿 结果弄到全世界不安 如果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步 几十个人都要他 每一个人都盼望主听他的祷告 那做上帝就比做人更辛苦了 二十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 二十个恳切祷告 祷告着垂胸打坐直 然后说主啊我这么恳切 你还不听我吗 难道你要我死吗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主说我怎么对待你 我怎么样对待你 我造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那你要把他当作你自己的别人不可以有 你叫做我对你不好吗 我们非常莫名其妙地欺负上帝很久了 我们总以为上帝对我不好 上帝什么时候对你不好 上帝什么时候得罪你 他没有权柄造一个很美的人吗 如果他造一个很美的人一定要给你才可以吗 你祷告一定要给你 那其他二十九个要怎么样呢 每一个都祷告 每一个给他 那女人变成什么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自我为中心 看任何一件事都看不清楚 以自我的欲念跟我们想要的爱的霸占心理为中心 我们就一天大晚怪着上帝 一天大晚怪着环境 怨天忧人 而不感到自己有什么措施 我不知道讲这些话以后 会不会使你产生一种更平衡的自省 可能也不一定 因为你本来就是不会自省的人 你注意 所以当你的祷告 神不垂听的时候 你很难感谢上帝 当你的爱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 你很难不怪着别人 我们是这样败坏的人 那么当很多的人爱上一个女子的时候 这女子不能够为了成全大家 各个同情就把自己一个身体分成几十个人所需要的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话 痛苦的存在是必须的 没有被成全的祷告是一定要有的 而我们的意愿不能达到是正常的 然后在这种理性了解这个客观的限制之后 你的平静 你对自我不再用那种 唯我独尊 全世界 连上帝都要听我指挥 才甘愿 那种野蛮的生活 你才能慢慢挽回过来